国家豆豉馆和专台早日间的公共豆豉馆来合作 结束了以优利为主的豆豉顺慧店 这次我们也分作、议演和戏、社会活动、行李行动定定的行务 提供了超过三百分的相关切分 港湖也配合我当在文观处豆豉馆 保抵了熟一熟朋友的温度空间 邀请大家最后来看看 今天和新处备有更多的表演 让行政宿来兵看了是吹哨麦哨 也会这次国家豆豉馆全国的顺慧店担了六中規模 豆豉馆这次跟云林县政府来合办 而这次的书展的起跑活动 是全国十二场当中的第一场的起跑 那我们也特别邀请云林县的家长们 还有幼儿园的老师 可以针对孩子的需要来选择适合孩子的书 有0到3、3到6又有分0 所以欢迎大家赶快到文观处的处书馆 来利用这些书情 这次一旬回天也以幼儿园为主帝 就来依然合适社会合同心理行动 订阅行务 总共三百万本上官的车 另外关于云林县文观处 都书馆适立了文身的潜注空间 为适合特别用孩子的外头的幸福 也欢迎专门做回来看车 那这次配合这个就是 就是独立时代七大主题这个阅读之外 同时也是串联 今年这个423的世界阅读日 那我们要从这边开始 希望呢 就是透过一个就是立体书店 策展的这个方式 然后呢 营造了一个 Rating Corner的一个 就是整体感 我们从在肚子里面的时候 开教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了 然后就是 做一些简单的绘本的阅读 让他们从小就是知道一些 比较特别的故事 人与人相处的故事啊 像他个个三岁的 到现在也都还是在 可以跟他做故事的阅读 香港政府这期配合 大家的外头风气 大地的专门外头 进来得到第一名 当时还在超胸 加比较丁地点 建立维策角落 希望就外头的习惯 在大家心中来落实 云林县政府呢 我想这两年来 我们也受到 整个教育部的一个肯定 我们是50万人以上那一组 全民阅读力的全国第一名 甚至呢 我们啊 维策角落 也在所有7-11 以一本万例 那这样的一个方式 买一本新书 送一本旧书 极力的在推广 那甚至有很多小确幸 就是到我们的这些 减餐店啊 咖啡店啊 都有围策角落 那阅读的风气呢 能够向下扎根 她的孩子为主帝 总共三百万的切 不仅在婚姻 我们的导书館来做展出 欢迎所有幸福的民众 可以带到孩子 拥有节目的外头 记得同意 长报道